四年的时候 您是到意大利的 波罗尼亚美术展览进修 这次进修 是您第一次出国吗 第一次 当时我记得 我还穿兜里 所有的家长就梦掉 带了酒精美心去 去了以后到那边 半年时间 那去干什么呢 就是到处看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 你到意大利的时候 把我看的 就天幻地 所有它的历史文物 留下来的一些遗产 那它是太多了 太丰富了 太优秀了 尤其我们是受过洋训练的 看的东西都是很能接受 而且就这个系统里面 看起来很残忠 原来是教材里看到的东西 对 这次看到的食物 我就看到这个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系机的 那么比格拉基罗 是我们太多13分时的人物 看它的作品 但是看到美帝基家族 那个默许的时候 看到那个《沉默夜咒》 这四个作品 我的双腿发抖了 做得太好了 我说作品能做到这种状态 我说它变成了一个 那些人都是像神一样 就是说是活的 也会跳下来 有这种感觉 尤其它是石头的 充满着生命 而且 它的一些人 每一件作品 我都是仔细去看 但是最震撼的 做得最好的 就是这个《沉默夜咒》 这种人 我到今天也认为 它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一种古品 包括人们的一些处理动态 那个石头 做到那个孔子 就像很久很久的 成阳的这个酿酒一样 那种味道 是一个成年的老酒 包括同时期的一些作品 也是大量的 那么后来 我看了很多东西 我想当时 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 这个米开兰基罗战的 一个高峰 一个巨匠 也不会奇怪 有旁边的人 东西都做得太好了 它至少 稍加一些东西 它就能达到一个状态 本身是在一个高度 在电话转头 它就能做到一个顶部 那您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是觉得可以吸收它吗 还是觉得 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无法超越 无法超越 无法超越 因为你想做到这个东西 也只能如此 就像你挑口 已经挑到一个极限 你走图书 必须借用别的渠道 后来比如说 在西方美术史上 它的艺术的潮流 艺术的转向 就是这个 它是一直做三分之后 再练习一个三分之后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从意大利回来之后 您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作品很少 或者是没有作品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也是个原因 被真蒙了吗 被真蒙了 被最蒙了 真的正蒙了 本正蒙了 你还做啥 你说它做当代 它做得很当代 你要做到它很传统 都摆在那 对吧 你说中间那些变化 人家的花样也都给你做变了 到今天 我们也没有超过任何花样 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 您已经做过了 《剑户三节》 做过了后面这些《雪虎》系列 而且也有您自己的特点 当时就是我被撒掉了 我回来 我还这么做吗 所以如果说是我当时不出国 或者我这一口就这么做下去 那些东西会很大堆的一些出来 谁说一看过那以后 我这种东西 也自不如此 虽然我有我的理解 也有我的一些表达 但是对那种公益的表达 它的能量的给你辐射 我们觉得地气不够 差别特别大 从物质生活吗 从各个方面 包括它的生活状态 包括它的建筑 包括它对建筑的老东西的一种保护 等等 包括实际的生活 它那个广场 包括整个城市的设计 就是按照天堂设计 给我的感觉 会感觉一种压力跟刺激 越来越来越做噩梦 这么强烈 非常强烈 梦见什么 梦见一种感觉都受到精软的感觉 跑而窒息 就那么几样的抽筋 每天感觉到起来就是一种沉醉感 然后当时我得去看 看每一个博物馆 看每一个作品 或者到每一个地方 那些脚脚落落 我会去看他们的生活 看他们这种状态 包括他们的每一个的设计的一些用品 我想人家想的怎么这么好 我们怎么这么粗糙 您看到的是美好的东西 而且您觉得它像天堂一样 为什么反射到您自己的身上 你变成了会是一个噩梦呢 因为我觉得 跟我们自己国家的生活差距状态 受推行的东西相距太大 您的自信被震税了吗 对 但是没有震税 但是至少我被蒙住了 那您在这个震撼和这个噩梦里边 自己是想要去突破呢 还是就是暂时可能做不了什么 回来静下来 我总是想要突破些什么 必须要回来做事情 后面到一个月的时候 就立刻想回来 那个回来的时候 就感觉是很轻松 还是我们自己国家好 所以说当时没有留在欧洲 到今天 这个决定是对的 就一念之差 当时回来的时候 就是从欧洲回来的时候 您对未来有一些想法了吗 反正是回来教学 做我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创作一下子没有想法 这个没有创作的这个状态 就失语的这个状态 大概持续了多少时间呢 大概也有个一年半载 您这个创作力这么旺盛的一个人 一年半载也就算长的了 很长了 那就是懵了 然后呢 后来也有很多转机 比如说做了一些工程上的事情 慢慢慢慢我的精力开始释放 我做了西主任 负责教学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跟我填补了 真正是我感到恢复的时候 我把西主任吃掉 回不到北京 那重新找到您的创作语言 是在什么时候 我的温州的一个大项目 这是神话 神话人物 它神话人物 而且是我能真正回到的 自己的一个状态当中 或者对自己中国文化的一种梳理 或者是一种更加清晰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往前做人家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一个文化的不同 背景的不同 包括造型的一种语言 是自身的一种喜好 或者是自我的一种追求 就是慢慢慢慢整理出来 所以在北京这个时间 其实包括这些大抉择 包括后边的一些公共项目 就是都在北京什么 那您做温州这个项目的时候 做的也是中国题材 之前您在去意大利之前 做那个比如说梁山好坏 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题材 那经过了这个思考和成绩的 这个时间之后 再去做温州这个远古神话人物 就是他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故事的不同 古典神话里边 它必定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故事 而且这个作品也是放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边 它的一种尺度跟要求都完全不同的 原来都是一种原雕的方式 而且这个是要用一种佛雕的一种语言来表达 所以它从某种意义来说 它可能偏向于公共的一种造型语言 所理解的这种世界语言 会淡化我的一些个人语言 这种形式也非常强烈的 比如说像落空的方式 这就不能表达 所以说它必须还是一种具象的 比较完整传统的 但是如何把它做得更有现代感 那么我动用了一些从构图形式上 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上 包括对这个故事的一个概果 沾满整个空间 就是一个人 没有任何东西 充满着一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 进行一些调整 从您个人的艺术语言 或者说自己的艺术的追求上面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跨越吗 我觉得有些对我是个考验 一个就是从架上 到了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一个巨大的尺度的把握 这个对我来说挑战是很大的 在一个画面上 以一个人物 以一这样的一个元素 九个页 那也把它协调好 处理好 当时我是做了一些认真的思考 能否把这个九块 不同的故事 在一个壁面上 仿佛地出现 又要把它变成有区别 所以说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 那么对这个东西的把握 也我觉得欧洲之行对我是有起发 还是吸收了 还是 包括因为在欧洲 在现代建筑里边 包括那个巨大的 室外的那些浮雕 包括就是 这个布尔德德 也有一个拿着一个建的 一个后面有一个 巨大的一个博物馆 它的尺度都非常大 那么我也认真看了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强度 打出它的佛雕 是在环境里面如何处理的 我直直细细地研究了他们 所以说顺利地把它完成 我觉得我确实是 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您到了欧洲之后被占蒙了 然后回到中国之后 用什么去解决 您当时受到的震撼之后诗语 就是借用的是一个中国题材 那这个里边的这种关系是怎样的 是怎么调和东西 但是就是说 跟我整个的一个进入研究生状态 虽然我从青铜剂 对我的气势 或者我从写出了很多的营养 包括我的动物 但是我整个的这个框架里边 我这也是一直是我在思考的 所以说这些语言的运用 包括我的吸纳 包括我自己的一种 自然而然的这样 柔和在一块 我觉得特别的顺畅 这个调和是靠什么在调和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个 我对西方现代的东西很关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把中国的这种内容 包括我对自己的一些 独特的一些理解 进行一种默契的一种消化分整合 比如说我的佛调 其实它真正谷子里边 我非常喜欢不得的佛调 我跟它吸纳的不少 包括就是说 我刚才在面上做那个村子舞蹈 你说在一个框框里边 这其实跟不得的佛调里边的 有些人物的处理 包括构图的安排 有它相通的地方 但是我无意把它做的 比它做的更加粗犷 更加强烈 还有一个比如它 完全是一个羊的做法 我的心体处理 由羊面跟凹面 进行的纺插 拉开距离 只要这样一种组合处理方式 才能凸显自己的语言 包括这个做生活接力 希腊跟这个现代人的并列 其实都是做一些 这样的一些探讨 这个生活接力 对您来说也有点象征意义 对 也是中西之间的 对 完全这个语言是纯希腊的 但是到了后边 这个由于现代的一种组合 像这么东西 我觉得这艺术里边 一个是你把它的源头搞清楚 还有如何利用这些传统 把它再重新组合 重新分散 像鸡蛋一样的 你把它打碎了以后 对吧 你把它可以做蛋卷 你也可以做荷包蛋 你也可以做蛋花 吸收它的原则 有些人说 你就必须把它打碎 变成了 我觉得 是生坑活动 只要这样 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才能把你 把你自己的东西 运用到一个恰当的 一个形式 那处理的是中国的题材 但是用了很多 那个西方的一些方法 对 但是同时又保持了 自己的那个风格化 对 我觉得只有这样 你的东西才有价值 也只有这样 人家才会觉得你是有自己的 一套完整的构架 而且你的逻辑是清晰的 你的方法是有传承的 包括现在的孩子们 学生们 我也是这么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的东西 你的非常吃透 而且真正理解 它好在哪里 差在哪里 在这里面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然后把它这种雾化掉以后 这变成我们今天的一种创造 感谢您的观看